联储局的理事就是布雷纳德说到 最快5月的会议上就会快速收缩资产负债表 说到辞会是at a rapid pace 就是大家就因为这个辞语 就是都少少惊吓 因为布雷纳德一向都被市场形容为比较夹态 但是他昨天说到通胀的时候就说 已经是太高的水平了 是much too high的 并且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市场解读做5月头的加息会议 加息就多于0.25%的机会比较大 另外比如俄乌局势方面 现在大家每天都要跟进 最新的情况就是乌克兰指控俄罗斯 就是杀害平民 在不同的城市都有一些冤状国安的情况出现 欧洲反应是挺激烈的 英雄委员会主席弘德内恩就提议 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 俄罗斯股市一度要跌7% 那你觉得加速缩表 如果加0.5厘的话 其实是否会很影响美股的后市表现呢? 比如上两个星期看到你 你说美股这一轮反弹的势头也不错 你会不会继续持住这个看法呢? 这样说我自己更新仓仓位 我这几天都有减仓的 因为上两个星期就开始是一个升势了 但是去到近期我觉得升得多快多急 我想这些股票呢 所以我自己都有减少仓仓的 那我想都是动态trading炒住上落先 那说回几个因素 你说有这个储局的相关官员出来说话 我觉得都是维持原判 控制市场预期先 看到近期的市场又这么强 美股那边,那我当然出来按一按 试一试水温 如果我加息半厘的 我加速这个缩表的 那你看这条街上有什么反应 那反应就跌下来了 那始终美股也是相对高位的 而且我想他说得出都是应该真的 我想尤其是通胀那里 因为通胀就是说已经是超级高了 还有最大的问题是你看到不同的环境都说了给大家听 就是通胀应该会继续高 你继续打仗的 或者可能不同的国家继续博弱的时候 你的商品价格一定会继续夹上去 那我想这件事都要 就是储局都要给预期给大家先 那所以你说怎样影响美股的 那我觉得美股都是重复那个pattern 一到某些位置就会出来炸一炸你 你讲一些缩表那些东西就变回来 那可能去到一些正局的位置 可能他又会风声又会 可能没那么紧的 那我想大家都是用着炒上落的逻辑去炒 还有我想都是 减回一些龙头股去买就相对比较好一些 就是之前经常都说一些 Apple Google那些 其实都行得不错的 他问你是不是要减仓 这个朋友刚才糖牛就说到美股就不算太淡的 不过糖牛就给他一些提示 他说他仍然有苹果和NVIDIA的 不过就没有说买入价应该怎么做 苹果我都有 刚才我Google我都有 苹果我有减仓的 你看到最近苹果由150多元 冲到上180元 都真的没什么特别停过的 连续十几只羊竹这样 我自己都因应这样的情况 都减一减一些 因为我不觉得他们这么快 这么容易破到顶的 因为你始终 即是接下来都是加息缩表那样东西 所以我整个美股都有夹仓的 那你说NVIDIA我直接走光了 我买单是打和的 一个图不是太漂亮 就是之前呢 你见他NVIDIA 都爆到上290那些位是不错的 但是接着你见到 爆一下爆一下没力 还要炸回来 好像连最基本的260元那些位置都走不了 我就有点点 所以我自己就已经走光了 NVIDIA 就等他形态更好一点我才再做 譬如Google那样 Google你之前也提及过 即是他接下来会拆架 是的 他都公布了 那具体的操作上 应该怎么做 Google我利身都有仓 但我都减了一点 就是我一应市况 我就减了一点 但是都是希望低位可以买得上 因为Google拆股就应该6月才做的 还有我觉得这一转都是炒龙头 美股你Google、Apple、Microsoft 那些都是都是强势的 我就帮着这一堆的股票去买 还有我想都是会长一点 都我觉得你说拆股的 我想当是锦上添花 但是你说如果中长线 说真的你Google 你所有的 我想香港人计 很多东西都是用Google的 就是相关的 你说Mail也好 或者是直播平台也好 那我想中长线计 都没什么特别的问题的 是看看找个好位去买 就是Google 的 话 大